随着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月的即将到来 有民调显示 香港超过六成的市民支持平反六四 然而最近香港一些所谓本土意识的支持者认为 香港民众必须停止关注中国利益 不理会中国的民主发展 并呼吁市民抵制六四晚会 对此有学生认为 这是有人故意制造舆论 想要香港市民淡化六四 香港大学最新调查发现 63%受访市民支持平反六四 比去年增加两个百分点 在创香港政权回归以来的新高 有六成八受访者认为 中共当年处理六四事件错误 五成四认为北京学生做法正确 其中越年轻的受访者越支持平反六四 并认同学生的做法 一名香港金会大学博士生表示 以目前的状况如果要改变中国 就必须记住这个历史事实 因为它就是针对中国的一种反腐 而掀起了一种学生的运动 而且这么多人献出了真命 如果说历史不能正视这个事实的话 那么意味着我们的现实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 有一个鲜明的立场 才会让中国政府 它能够正确地面对历史 面对自己的现状 然而香港最近有人提出 港人利益优先以及香港和中国民主发展切割的说法 呼吁港人不要参加今年支联会的六四悼念活动 有些人他是故意制造舆论 他们的目的是想故意让别人觉得 哦很多人都不关心 那我也不用关心了 就是说如果有人说 哇大家都在关心 那么有人就会很积极地去关心 那么如果舆论说 哇其实大家都不关心了 那他也不敢去关心了 这一种故意宣传 其实不是这样子 香港的人很关心大陆 有评论指出 中共以人大释法 把香港普选时间表往后推 由2008年到2012年 再到2017年 不少香港人感到灰心 也看穿了中共 不想让香港拥有民主的意图 另外香港一名彭信市民认为 执政不合法的共产党 所作所为完全不得民心 现在香港年轻人为六四呐喊 表示香港年轻人有独立的思想 不受中共一言堂影响 然而对平反六四 彭先生有不同的见解 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 5月26号出现一条 要求中共当局停止迫害 天外门民主运动参与者的 请愿内容 属民纽约BT的请愿者写道 世界永远不会忘记 和平示威者遭武装部队屠杀 到今天 这些受害人 参加者和组织者 仍要承受被诬告和流亡的遭遇 新唐人电视 一如黄云玉玉 郭静采访报道 感谢大家